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八百亿 那么现在稍微做一个扩量 那么指数站上万点 你是赚钱还是赔钱 这个话讲出来 我相信很多人会 心里面就是一股震撼 毕竟讲了万点讲那么久 万点成常态 这句话你大概是最近常常听到的 可是如果万点 你的股票是套牢 是破现 是过去的热门股 未来会变成冷门股 那么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我们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看到 整个台股由台积电往上带 当然很多人赚不到钱 反过头来讲 很多的中小型股 在这一波逃命 如果你没有卖掉 3362的先进光 上个礼拜跌停 对不对 破月线跌停 今天开低 从放空到现在 19个percent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万点我赚不到钱 那我要反问你 你有没有去做多 之前看起来很强势的股票 这就是我最近一直告诉大家 放空不是没有道理 来到万点 来到万点 如果你回归之前台股站上万点的行情 你会发现风险远大于利润 当然在保护投资朋友的立场 我们都希望大家在万点的时候 能够全身而退 不要有这种股票在套牢等解套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你看这边涨停板爆量 立刻亮说破线 那表示说价格来到这里 这边的成交量就全部套牢了嘛 对不对 那我之前讲过很多的例子 我说台股很多的中小型股 本来是热门股 它一旦变成冷门股 你可能三到五年 通通没有人理这一档股票 因为它的筹码都还没沉淀干净嘛 不是吗 所以来到万点 其实对你来讲是 大获利的开始 还是大风险的来临 这个你要特别注意啊 不是吗 所以之前我们在讲 台股的周线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这一天讲过 当整个上升趋势线来碰一次 多方势必得防守 对不对 所以它防守了三个礼拜 把指数拉到创新高 外资买得很用力啊 外资这一波买超台股的力道 远大于之前台股占上万点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当上个礼拜 加权指数创波段新高的时候 我说过了 创高没有回头路 创高就只能补量 结果在上个礼拜讲说 你要特别留意 这个礼拜啊 就是这个礼拜 每天的成交量 必须要有900到1200亿 最好是每天1000亿啦 这样子才能够让周线出现真突破 结果我一个早上看下来 你有没有看到 目前的预估成交量只有856亿 创高量背离 要嘛就是高点不高 要嘛就是下杀取量 所以按照我所学过的技术分析 每一次的创高我都会提醒投资朋友 第一个结构到底对不对 第二个量能到底对不对 第三个指标到底对不对 那如果这三个东西有任何一个出现瑕疵 基本上做多是很辛苦的 没有量能你如何化解反压 不是吗 所以站在我的立场 这波台股往上创新高 量能没跟上 指标还没创新高 价虽然创新高 但是量跟不上来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这一波万点之路啊 当然是外资当先锋嘛 对不对 指数拉到1万点 狂买台积电 但是内资在撤退啊 就变成什么 外资拉全职 内资怎样 在撤退 就变成掩护出货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哦 当热门股变成冷门股 才是散户最大的危机 如果你看高价股 今天有一档高价股 之前看好 现在给你看保守 6271同心电 我记得我在破线的时候讲过 我说当他破线的时候 你要特别留意 一档高价股 在这个地方破线 当时台股也是其力往上攻嘛 对不对 破完线之后破季线 既线反蓝逃命现在给你破底 那表示什么意思 不是每一档高价股 通通都是台积电 通通都是大力光 不是吗 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告诉你 当整个结构不对的时候 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你现在站在万点当起点 还是万点当终点 如果你认为万点是起点 现在你应该转台去看 很多的热门股 今天涨停板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认为万点是终点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 就回过头来看 今天会有谁讲先进光 之前在这一段很热嘛 对不对 现在一掉下来全部人都忘记了 在跟你讲什么 冒连啊 对不对 在跟你讲什么 核大啦 那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些股票都是过去台股公万点的时候没有涨 现在台股上万点了才在涨 那之前台股公万点之前很热门的族群 现在你回过头来看 都变成了蒙古 不是吗 太阳能里面 来 之前环球晶在涨 每个人都讲说 矽晶圆矽晶圆 光学族群在动了 那太阳能族群有没有机会 结果谈开财报来看 亏损嘛 不是吗 所以我特别强调回归基本面 如果题材过了 股价破线了 类似这种提早转弱的股票 我都不会去猜它的低点在哪里 因为现在台股站在万点 你要有风险意识 所以回过头来讲 这波台股啊 2月2号资金行情 3月28号行情结束 那个时候我就提醒过你 请你避开两种股票 高档转弱的 终继再跌的 这两种股票你今天看到台股一万点 说真的 很多人来找我们都是两行类啊 为什么在台股一万点我的股票是套牢 原因很简单嘛 当我们在讲风险的时候 你脑袋里面还在追那些利润股 可是当你觉得说 当冲很脑赚想要冲 各位同志朋友 十冲九输啊 你冲越多次 你的成本就越高 每次都赚钱他恭喜你 一次两次赔不甘愿 三次四次赔又不甘愿 你会越冲越大 越输越快 所以现在我们在讲行情的时候 我常常讲说 如果结构不对 即使他后面创新高 你都可以看到 高点放空 台股攻到一万点 我再大获全胜空单 你会觉得很神奇 对不对 事实上没错啊 台股现在站上一万点 你让台积电去表演就好 那是外资的事 那不是你的事啊 台股在盘M头啊 外资狂买 指数创高 各位同志朋友 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光学股大逃杀 你看到一万点 各股在杀破底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不是吗 所以我上个礼拜特别强调 你希望看到台股真突破 就只有今天的成交量 到礼拜五的成交量 每天都是一千亿 那如果没有 很抱歉 M头成型 就回归原点 所以在万点的时候 你是做多赚到钱 还是放空赚到钱 对我来讲 很重要喔 如果我现在选择做多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我可能每天都得换股票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每天强的都不一样 强到后面你只能解 苹果概念股 可是问题是 这对做多的朋友有什么帮助 一点帮助都没有啊 因为之前最热门的股票 投赚朋友已经套牢了 不是吗 那反过头来讲 我说当你被套牢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解决 而不是把它丢着 我记得我之前在讲上跪转落的时候 第一波是在这里嘛 对不对 4月6号 台股的万点高空路 我们正式起航 反弹到5月3号 我说如果你套牢了 反弹到这边 记得要停损 反手放空 如果你没有做 那很抱歉 后面直接杀下来 当台股第一次看到1万点的时候 居然是中小型股起跌 不是吗 所以最近上跪的指数反弹到月线 我就告诉你 这是一个标准的逃命 当你上个礼拜看到 两档股票在跌停板 一档叫郁金光 一档叫仙晋光 这两档股票 居然在台股万点的时候跌停板 那一旦这边成为套牢量 一旦这边成为套牢量 那你去想 后面等幅对称会杀多深 甚至这个底 我都认为不会守 因为这边的量太大了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喔 手上的中小型股 切记 今天一开盘 台股只有量缩 850亿 那升多周少 量能都集中在全肢股 你的中小型股 变成仰 套 避开杀的这一段 那至于你要放空什么样的股票 去一下之后 我再告诉你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隐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货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便打头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便打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解决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球是由往来 额排气密窗 现在中途没人减了 我用我的大黄风 带你来转 变成金刚 好 好是 只要临手开车出事 方向公司在背上受害人了 又向赵士泽脱离毫禁 而且无保的又计划一条 还有大黄风呢 都把我坐上去啦 喝酒开车最危险 海人海旗无保险 海人海旗无ホ 海人海旗无保险 好 来回到现场 刚台股第一次看到万点 你却看到钟小型鼓破线 爆量击杀 這個禮牌是你中小行骨反彈的逃命點之二 因為之一早就過了 反彈逃命點之二 萬點才是危機的開始 所以上個禮拜你看到 一語成稱 台股還在萬點 我們的空單 賺了兩根跌停 很奇怪 我告訴你一點都不奇怪 這一波是外資在拱全止骨 你踏牢中小行骨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邊你沒空 反彈你沒出 現在你要好好的把握 精神指標啊 欲進光先進光 紛紛跌停 那當然很多人就會開始覺得病荒馬亂 怎麼這樣 之前不是非常熱 每一檔都講得很像說大力光第二對不對 我說過了 台北股市很特殊的情況就是 如果你看到同一個族群 連續你每天只要打開新聞台 盤中年新節目 通通在講 那大概就是高點不遠了 除了欲進光還有哪些高架股在殺 神盾 指紋辨識對不對 299殺到今天最低點是164.5 台股上萬點 你在這邊指紋辨識跟人家追 一張賠10萬 去頭去尾一張賠10萬比比皆是 那我為什麼會解這樣的股票 上個禮拜中小型股反彈逃命啊 不是嗎 你反彈到月線你不出 你就等著後面再破 那這邊你破線不出 你現在在這裡 所以反彈的時間就有一點點 很糟糕 然後市場最流行的就是 當這個股票破線了就再也不講了 當然不需要講啊 因為什麼 早就高檔轉落了嘛 或者是中繼再跌嘛 高檔轉落股 中繼再跌股 你都變成了一整套 你這邊破沒出 你這邊破也沒出 那你現在等於是解套 對不對 所以 台北股市最大的危機是 當你手中的熱門股 未來變成冷門股 那下去都是很長的一段 不要把這種股票套來在自己手上 雨中心腸啊 真的 因為我看過太多的例子啦 來到一萬點還帶你追股票 暴利多 真的 我每次看到這種中小型股在噴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 投資朋友捏一把冷汗 你今天追尾盤掌心盤嘎掉很高興 你明天又會想 啊我再來做一次 我再來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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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出 爆量 隔兩天缺口封閉就是警訊了 學過技術分析的人都知道 多方缺口三日回補 不是盤它就是跌啊 所以高檔轉弱股票我講過 雖然雙紅啊 我空單還沒補喔 你說學老師真的耶 破線 反彈爆量 又破 我說對啊 台股上萬點 被月線壓著打 你說空單需不需要補 這一根當反壓 啊這個點只要一破 你看到這種位置你就知道了 會發生什麼事 多殺多 所以站在我的立場 我當然不希望你去搶反彈 對不對 當然啊 能夠現在 你還定在我的節目 台股上萬點 你還在跟著我 一起放空的投資朋友 你會是最後的贏家 來到了一萬點 即使讓它漲到一萬一千點好了 也是平蓋股的功勞啊 權值股的功勞 對不對 總小型股早就沒行情了 不是嗎 來 光學投機的精神指標 玉金光 四十七塊三毛錢 漲到三百七 嘎完一段空 再嘎一段空 嘎兩段 那嘎完兩段之後 上個禮拜五 正式跌停板 摸黑交易嘛 摸黑交易嘛 小心喔 它會最後才大跌 可是弱勢的股票就會先跌下來 所以高檔包括量的光學股 如果你手上還有的 請你記得 我在放空光學股 既然我在放空光學股 那比較特別留意 很多人會很期待嘎空 但是能夠嘎空的 大概就是台積電吧 現在這種台股的成交量怎麼嘎空 很難啊 來 我空啞光 五十八塊兩毛錢 空完之後我大量破 破了嘛對不對 小心喔 哇翻黑了 來 最後的關卡 最後的整理 想要突破新高很簡單 比這個量還大就行 很可惜啊 這一段的成交量幾張 五萬六千張 一張 一張股票 五萬五千塊 那你去算 要比五萬六千張還大的量 需要多少錢 現在光學股有這個對不對 很難喔 那想當然爾 有人買就有人賣 誰買誰賣不重要 季線一旦破 小心喔 這叫什麼 所以手上有光學股的請你特別留意 我之前講過 我之前講過 高檔轉弱的爆量的利多的 如果位子跟基本面不合理 那我要請你小心 4976的嘉玲 當時很夯嘛 對不對 4976來 翻黑了 台股公萬點 中小型股爆量 你要特別留意 那按照我的分析 我認為光學股就是提防出貨 提防出貨 11塊4毛5 漲到夜星跑出來 大概就是空 39塊錢我空 在這裡 上個禮拜五擊殺 37塊2毛錢 這個位子 這個位子 你看 周線就好 來 注意喔 11塊4毛5 漲到45塊當周 成交9萬2千張 你沒看錯 我不是9千2百張 9萬2千張 股本才11 如果是底部出現巨量換手 那麼當然 後面行情可騎 那如果是高檔出現巨量換手 當然 行情也可騎 只是方向不一樣 我光學股 我還空第三檔 代表作惡啦 67塊9毛錢的先進光 這邊告訴你 提防出貨 空一次 空兩次 空完之後隔天拉到漲停板 再隔天跌停板 在5月11號告訴你 漲停加跌停等於風險 結果話才講完 你知道嗎 兩根跌停 我禮拜五上節目的時候它還是紅的 尾盤說還跌停板 有沒有看到 今天早上直接開低 來 從這裡到這裡19% 那我請問你 你最近做多有沒有賺19% 如果沒有 那表示我的方向是對的 是嗎 現在 現在摸黑交易 摸黑交易之前先把空單準備好 摸黑交易的時候就送你跌停板 那你要小心喔 你要特別小心喔 類似像這樣的股票還有 這種高檔已經爆完量的 破線破季線季線逃命的 這都是第二空點 第一空點像先進光的 我們口袋都還有 我們等待你 跟著我們一起同步進場做布局 這一波台股來到萬點 萬點高空路 南下自由座 第二波的空單 還在布局中 請跟上來 有需要的地方 跟我們線上助理做聯絡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之效不保證瑞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非生敵人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遵達頭部 平常永遠值得購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